里面就是要谈的就是建立第一个这个Android的应用程式 那上个礼拜我们有建立一个Hello World 那建立了流程的话我想各位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有哪些细节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简报一下好了 主要这几个流程那等一下再来看在Android里面的专案架构 有哪一些还有版面配置还有元件 然后如何使用这个界面元件 有这些东西要了解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建立那个Android的这个应用程式 那怎么样贿赂本书的这个专案 我想上礼拜有讲过嘛 很多人其实买了书回去之后呢 连那个专案怎么使用都不会 为什么因为贿赂之后的话发现怎么都是XX 而且你要执行都无法执行 那问题出在哪里 我上礼拜有大概跟各位讲过 还有贿赂之后的话有常见的问题 常见的问题这些其实都很重要 那如果你熟练之后你会发现到其实慢慢的你要去累积一些这个Android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也就是实际上在城市开发的这个领域里面 还是需要有一些Sample 那这些Sample有的时候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拿那个Sample来当成你一个基础 至少你无中生有是比较难的 但是你如果有个基本的那来稍微参考一下修改一下至少你又会有个基础或者是你有好几个Sample把它全部凑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App了 那这部分当然有一些书籍是值得去去去购买的 比如说我前面有介绍一本书那本书里面有300多个Sample 那其实那300多个Sample里面就是常常会用到的那些Sample 那你如果把那些Sample整理整理的话 其实将来你要用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资源 不然你常常要不然你就要上网就GoogleGoogle 不过Google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下就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OK那首先的话建立那个 建立第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专案的部分的话 这我想从从头如果从头开始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要有个Workspace 你Workspace要先建立好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要新建一个这个专案 那新建一个专案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书上是用的英文版 那如果说呢你要新建一个专案的时候 我有讲过就是说呢 你可以从我们的这个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我已经弄好了 那你可以从档案里面的新建 这边就会出现有一个 这个叫做Enjoy Application Quadrant 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的话 我上礼拜有讲过嘛 可以从哪里的 视窗里面有个叫什么呢 制定事情里面去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问题常常会发生 就是说呢 一般Enjoy你安装ADT完之后 应该都会有出现那个Enjoy Quadrant 可是没有的话 那你就制定一下事情 把那个这个Enjoy Enjoy Enjoy